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邀请她们的梦幻嘉宾 共进晚餐 谁说美丽只属于青春少女 今天的晚餐家庭 一位九份卖鱼丸的辣骂 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73岁仍不服老 至今她仍然独自一个人 去环游世界 像这样的辣骂 她跟她的家人 会想请谁来吃饭呢 就看今天的 谁来晚餐 今天的谁来晚餐 要带大家到九份老街 拜访一位非常爱漂亮的阿嬷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冬道主 赖秀藩 身材丰满 脸蛋细致有光泽的她 偏爱染红 蓬松的半平衫发型 国力十足 让人看不出她已经73岁了 这一年 每天穿的花枝招展的她会想约谁来吃饭呢 我要煮饭嘛 还有胡瓜 胡松仙 赖秀藩丹开了两家鱼丸店 身旁有不少帮手 全都是自家亲戚 阿嬷的大女儿陈明晴 五十一岁 她想约的人是 我啊 我有两个 一个是金城武 第二位就是刘切 阿嬷的小女儿陈明明 四十岁 她想约谁呢 帅哥都可以了 美女也可以了 阿嬷的外孙女 谢芳宁 二十二岁 她想约谁来吃饭呢 我希望之后佩晨 阿嬷的长孙 陈奕晨 十八岁 她想找来吃饭的是 知名歌姓藏鱼 阿嬷的小孙子 陈奕霖 十七岁 特立独情的她 根本没打算要开名单 阿嬷的干女儿 赖秀山 三十三岁 她想找谁来吃饭呢 刘斗花最有可能 你最好是 对了 这个家还有赖秀丹的 十九只爱狗 都是从南部坐飞机来的 到底到访的嘉宾会是谁 在嘉宾来访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 这个家庭吧 掌管两家鱼丸店的赖秀丹 一站上店面 老板娘的驾驶十足 从第一片门板开启 店面的打理 到卖出的每一口鱼丸 她都严谨仔细 面面俱到 三百鱼 好的鱼 好几碗 五十碗 然后大公碗 十五种 烘高汤 赖秀丹在九分的名声 普为响亮 不完全是因为 她卖的鱼丸好吃 而是因为年过花甲的她 每天依旧打扮得光鲜亮丽 手涂扣丹 嘴涂唇蜜 勇敢做自己 深口红鱼很漂亮 没想要洗了 要洗了 除了漂亮 赖秀丹还喜欢用个人照片装饰她的店 她会把个人的毒照贴满店内的墙壁 很喜欢自己看自己的照片 爱学生 再来没用陶我去看 不是很浪费 就是通常都很想要 整盘放在那 tavalla 不然也是没效 去那边来看 你一定很难想象 如此勇于表现自己的赖秀丹 其实有个身不由己的童年 因为家境不好 他四岁就被卖到九分当养女 在那个年代 养女几乎就跟用人差不多 像挑水这种很需要大人力气的工作 麦秀丹却是从小做到大 60年前 九份到处是韬巾客 被卖作洋女的麦秀丹 终于摆脱了当用人的命运 有机会穿上人生第一件旗袍 却是因为被养父母卖去当酒家女 当年的赖秀丹 正是十八姑娘一朵花的时候 她有一个义中人 却因为养母的掌控 让她无法嫁人 她很爱我 我不是很爱 就是不让我嫁就对了 虽然是卖孝不卖身 赖秀丹还是渴望脱离 让人摆布的命运 五年后 她终于等到一个机会 因为对我们这么好 带我们去买衣 什么什么 对我们这么好 那时都没什么关系啦 就是每天都是去喝酒 就去看楼 好那后来我发现说 我们家没有爸爸任何的东西 什么没有最简单的啊 好吧 一件内裤好不好 一只牙刷好不好 我家没有这种男人的东西 赖秀丹五十八岁的时候 丈夫去世了 必须扛起家记的她 带着儿孙回到九份卖兵 不是她完全都没有办法休息 她就是疲劳轰炸 从早逢大玩 啊有没有赚钱 没有 卖兵的生意不见起色 赖秀丹以六十五岁高龄 改卖手工鱼丸 鱼丸店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开了分店 赖秀丹成了当家做主的大老板 享有经济和行动上的自由 只是她完全没料到 自己还有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等着去面对 就是我们家没去 没去就想说 从我和我的孙子 赖秀丹原本跟儿子 共同经营于玩店 六年前儿子因为脑溢血去世 以嫁作人妇的名情 当时是一家公司的乡礼 毅然决然辞去工作 回家陪在母亲身边 以前不是有个电影 是向左走向右走吗 那我上班的一条路是说 我出了这个门向右走 我都是向右走的去到公司 就那是我第一缸过世 那我就选择要回来 那车子开出去啊 就向左走 向左走就会回来这里 赖秀丹的小女儿明明 后来也因为碰上经济不景气 回家帮忙 赖秀丹顿时无事已生亲 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就好像我们的店里啊 做事这件事情就没他的位置 其实我可以感觉他有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要站在那边煮面 为了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 赖秀丹把本店放手 给比较能干的大女儿经营 自己则跟随和的小女儿 一起照顾分店 赖秀丹失去的儿子 留下了两个孙子 大孙子奕晨 已到了离家独立的年纪 但也常常回来 照顾家里的生意 也不是说喜不喜欢 也就是反正我现在没有 也没有在上去 可是也不能总之 就是也不能在外面混吧 而且一直待在家里 我觉得感觉也很不好 所以回来能做一点 能帮一点什么忙的话 就帮一点 外孙女谢芳宁 则因为帮忙经营鱼丸店 多了很多跟阿嬷互动的机会 非常地自恋 然后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对 然后我还蛮欣赏 这样子老板 大家都随手 就是看要干嘛 干嘛 干嘛 帮忙拿 帮忙收 帮忙那个杯子 没有啦 放行在 大家都被训练的 他都很专业 我是觉得真的很有趣 不会说大家很疏离 赖秀丹的店 无意间成了凝聚 家人向心力的地方 这一大家子的人 一早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呢 工作上有儿孙帮忙的赖秀丹 离开了鱼丸店 却是独居老人一个 所以早餐都一个人吃 虽然独自一人 赖秀丹可一点也不寂寞 因为他养了十九只狗 是他无聊时 最棒的说话对象 不过赖秀丹只爱养狗 至于帮狗洗澡 带狗散步这些麻烦事 就交给女儿跟孙子啦 就是 我以前小时候 我们家都一定有宠物 我觉得最深层的意义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人少 那是不是这样 比较有热闹的感觉 经常帮狗洗澡的大女儿 明晴 非常乐意为母亲代劳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狗对母亲的意义 我觉得像我若巴西亚狗 狗好漂亮好干净 他也很开心 他笑 他那个笑容也是千金难买 我觉得这是重点 由于阵容庞大 洗起来煞费功夫 明晴干脆去买了一台狗狗 SPA机 就是这一台机器啊 然后就是 风打开 然后它是可以瞧温度 洗十九只狗 常让明晴全身虚脱 不过这还只是小儿科 真正艰难的任务 是在到处都是阶梯的九份六狗 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瞧这些狗儿们爬得气喘吁吁 负责六狗的民情 虽然也觉得不轻松 过程中却非常享受 这般的幸福滋味 因为我们九份都要爬楼梯嘛 我现在发现我爬楼梯 一点都不会死 会啦 不会传就死人嘛 对不对 就会但是 不会说没有办法负担 比起以前走一下 我会很辛苦的 现在就真的是身轻如燕 感觉啦 所以说 要感谢我妈 给我这个工作 当初放弃职场工作 回到九份陪伴妈妈的民情 因为甘愿与舍得 而体验到了不同层次的幸福 不晓得这个有老中青三代 为同一份事业 共同打拼的家族 会想请谁来吃饭呢 赖修丹一连串开了许多名单 都是来过店里的名人 不过 王世贤还是阿嬷心中的最佳偶像 至于大女儿名情 她也想约偶像 我啊 我有两个 一个是金城里 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孙子啊 就她的弟弟啊 长得很像金城里 我很想和两个站在一起去看 我抗议 本来就是 我抗议不像 金城来哦 我就完全待在那边 我就完全就看着好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你想太多了吧 这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位就是刘切 为什么 因为她 有一次从我们 在我们门口这边 很亲切很随和 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明星架子 再来问问阿嬷的干女儿赖修山 她想约谁呢 我要找刘德华 想约 两个一起啦 觉得妈妈想太多的谢方宁 提出的名单果然务实多了 我希望是否配成 因为我觉得 我很喜欢阿嬷 然后她非常的外向 然后就是很善于跟阿嬷 就是反问她们的话 她蛮心想的 然后太不错了 赖修丹的长孙陈奕诚 则想约歌手 知名歌星藏你 是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 很滑稽 就是很会搞笑 而且唱歌也蛮好听的 是吧 很喜欢欣赏她歌手 那么最后会是哪位嘉宾上门呢 在嘉宾来访前 我们再来看看 赖修丹这位爱美的阿嬷 忙里偷闲时都做些什么呢 爱打扮的赖修丹 五十年来 范平山的发型始终如一 但从没自己洗过头的她 总会利用去美容院的时间 好好放松一下 这种老婆要讨论是吗 也还好啦 这也不是老婆要讨论 那是要配合你的脸型 你用这样起来 看得很高充 就有一种味道 没有啊 我就不需要自己设计啊 就是 就是五十多岁就这样了 五十年了 我自己洗得很坏 那头红就 好不好 这样细细的 现在就是很爱睡 睡醒了 没有啦 因为在家就比较没用嘛 出来洗头就要休息一下 洗完头 爱漂亮的赖修丹 今天约了摄影师到植物园拍照 出发前还特地多挑了几套衣服和配件 我都爱买 漂亮的 这个独立的穿衣间 简直就像是一间服饰店 开架式的设计是为了挑选衣服方便 而这两面墙的衣服 还只是赖修丹 众多衣柜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哦 摄影高先生是赖修丹以前的邻居 他对这位爱漂亮的赖阿姨 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小时候有看到阿姨的照片啊 那是她的黑白照啊 阿姨当年轻的时候更漂亮 那是不用说啦 家里有她的照片啊 那我想她会喜欢这种美的东西啊 专拍人物照的高先生 拍照的时候慢调思理 爱美的赖修丹不以为意 总是笑眯眯的配合 因为也是要差不多才照 不然一咖啪一直照 照得很大一大堆 没有什么 那就也没意思浪费啊 只要照片拍得漂亮 赖修丹等再久都愿意 但是颇为自恋的她 却常为了照片的事情 跟家人闹别扭 靠腰啊 好难听哦 靠腰 靠腰 美丽的阿嬷 骂起人来却这么毒舌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谁来晚餐 拜访的是爱漂亮的九份阿嬷 喜欢拍照的她 最舍不得自己的照片掉满地 我说我都二天回来 啊 人家就这样 没人叫 因为电风水嘛 我就是经常爱 开第三段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开这边 人家拿来的银子 开第一段 这上天都要拍那几四季了 他们都在没用那儿 都没看了我跑去吃 我要煮那个 咸菜 鸭肉 湯 赖秀丹的长女明晴 通常会负责做午餐 给两间店的工作人员吃 只是她其实非常想念妈妈的手艺 以前都是我妈煮菜 然后呢 从小到大 只要我妈煮菜 我一上桌 我就每次吃任何东西 好好吃哦 好好吃 每一种都好好吃 就我妈现在很久很久 都没有在煮菜 我很久没有吃过她煮的菜 明晴煮好了饭菜 就会请人端给分店的妈妈吃 我说不一定啦 在那里吃得多了 都够了 我说 吃到都这个时间了 刚才有很多人 他们都吃饭 12点没空吃 好不容易抽空吃饭的赖秀丹 突然听到一件令她震惊的事 立刻拿起碗筷往本店冲 原来她贴在店面的照片被换下来 变成静言标示 怎么有人说这张照片拿起来 带那张照片 带那张照片 那怎么有罢了 这都照片 你带那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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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那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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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等于就说 那里要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 我就能够找一个最明显的 这样就看到了 这里也要帮我那里看 对吧 那我们就在头部就没地位 你听到吗 没有头部就没有智慧 没有 后来那人那人那 那来这给我 快点 去打 如果老公去厘长那边 赶快去要啊 因为好像没有贴会被罚钱 事实上讲真的 他把那个照片拔下来 然后贴上去 我其实我知道 这些绝对有事了 要靠腰啊 也许是因为赖秀丹的青春岁月 不堪回首 因此对于能够留住 她美丽牵影的照片 非常珍惜 这天下午 难得坐下来好好聊天的母女俩 说了一些提起话 阿姨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 说就是 有小孩 有啊 真的吗 讲真的哦 对啊 不然不需要 心里就是这样想 对啊 明晴当初回家 就是希望让妈妈觉得幸福 只是母女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难免有许多冲突 她也是不听我的 她就是要做她的方式 她的心情不是很强 妈妈 说是你就喝水 你才会滚 水 西裁放直 щоб把它滞着 撈一下就撈起来了 她不是 她掉得了 hangs ihre 嘟下去 又 카메라 还带 flees 嘟下去又压着 看他就能出现 启本还不能说 你就深情 你总是这么生气 我就很怕 你到底是看谁都不爽 我非常煌 不知道怎会跟你相处 她在镜头里面 她可以呈现的那种笑容 不是你可以常常可以看得到 我们很偶尔出去玩 那我就会说 我帮你拍我帮你拍 她就很开心 那在镜头里面就看到一个 很美的妈妈 明晴很清楚妈妈爱漂亮 爱买衣服的心情 对于妈妈的任性 她也只能当笑话说 逗妈妈开心 她很好笑 她会自己买了很多袋 然后暗后不要乱惊 不要给我们看到 好死不死 我跟你讲 入口就有一个小姐 超爱漂亮 然后她就会来跟我讲说 你妈又买了好几袋 那都买新衣服好想看 她都会来跟我讲 那我妈妈你看 你都被释负 我们都不知道 结果前面就有间谍 还有一个抖气口 很好笑 而其实爱漂亮的阿嬷 可不止赖秀丹而已 美女 我妈的朋友 你看一看 再去什么状态 再去两年 小姐 这位是赖秀丹的好姐妹 76岁了 仍打扮得如此时髦帅气 可把所有的年轻美眉 都比下去了 看到了摄影镜头 爱美又爱线的两位辣阿嬷 索性一大一唱 敬请表现 如果你要问过前面就是我亲户的 我这算吃的四个七十几岁了 还这么爬 七十六岁了 七十六岁了 如果有了七十七岁了 七十七岁了 你七十九岁了 我看伯父你感觉 七十六岁了 短褲 短褲 對 我今天是青菜才穿這樣 我今天蒸了你今天就不知道我去 人家看我剛才在後面 人家的酷刺我整個大輩 看我三面 後面怎麼看 我的身材很厲害 你現在看我這 十幾年前買這顆花 夭壽 真是帥 這是個帝子 民心是秀的 他說叫我去穿這顆 這顆去穿 這顆穿的是不是這麼漂亮 我去穿這顆 我穿這顆去穿 我去穿這顆 她不穿這顆 穿這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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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美麗只屬於青春少女 賴秀丹的人生 從七十才開始 她正努力地抓住生命的每一天 讓自己漂亮出奇 而老闆罵說 她這身打扮只是隨便穿 也不是開玩笑的 鏡頭再前 她竟然又回家換裝 在盛莊出現 大小小小 很漂亮 很漂亮 今晚的嘉賓 是否懂得欣賞這位 九份阿嬤的特立獨行呢 先來複習一下今天的嘉賓名單 有腸道店裡吃魚丸的王世賢 魔術師劉謙 還有歌手張雨 和同樣愛美麗的侯佩層 到底今晚的嘉賓會是誰呢 今天是嘉賓到訪的日子 自從六年前女兒回家幫忙以後 就沒下過廚的賴秀丹 今天竟然準備了十道菜 要親自上陣當大廚 這鍋湯看起來很美味 來賓應該很有口福喔 高湯 這個 煮魚丸的湯 對 黑豬肉 不脆 熬出來湯才好吃 我的湯都沒有加味精 什麼阿 湯是給客人喝的 看來在賴秀丹心裡 還是顧客至上 這個五味正如 你要內用來外帶 你自己吃 那邊在這段 好不容易忙得告一段落 可以稍微喘口氣 賴秀丹這時的心情 是不是準備好燕客了呢 心情啊 現在心情就 就就就就就 就沒有怎麼樣嘛 看賴秀丹一副老神在在的樣子 其實心裡非常在意 因為在電話裡頭 他就問過製作小組好幾遍 到底是遇到誰啦 問問問就不要告訴我 我就不要跟你們好 雖然不確定來的人會是誰 賴秀丹還是拿出了最大的誠意 精心設計了十道胡早味菜餚 給嘉賓品品嘗 不過客人第一的他 下午兩點才開始準備晚餐 他來得及嗎 他為什麼只有拿他的 這裡喔 水果啦 菜啦 雞啦 是你媽媽 對啊 八百年前就這樣 原來賴秀丹這麼有把握 是因為有許多好幫手 除了大女兒民情 把所有的食材都送到 賴秀丹的兩個好姐妹也來幫忙 一切準備就緒 賴秀丹指揮若定 展現出他老闆娘的架勢 牙機對四股 藍尿… 樓上的產品 大家固墊地固墊 擺桌椅 一切進行的非常順利 我去冬天買一包車刷 快點 說得更快點 這是什麼東西 我去冬天買一包車刷 看我們怎麼會 我去冬天買一包車刷 可以啊 可以 請問這個我是要 要拿一包還是要 不用 都拿下去 都拿下去 再拿那邊 加那個米國棒 等著吃的大女兒民晴 心情格外輕鬆 除了偶爾幫點小忙 還有的是時間 天馬行空地做著她的美夢 剛剛我們回來 路口 這邊 然後對面 那站牌 無數的人 超級多 然後我就跟我的女兒說 那現在我們店裡超忙 等一下金城武來了的話 請她到旁邊 然後客人可能說 你 你 你 那我 我 我 那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我女兒說你別傻了吧 如果金城武能現身 明晴一定樂翻天了 不過明晴現在最開心的 是她終於可以吃到媽媽做的菜 而且她還點了一道最想念的滋味 這次是我指定的 要吃還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說搓你們的腹 對 搓你們的腹才有 要擺人醜 因為我不會擺 得變難 這不不好吃 這就是個小 特別來賓 不到兩個鐘頭 桌上就出現了八道菜 賴秀丹和兩位阿姨 果然是好樣的 忙得差不多了 賴秀丹突然好整以暇地 坐下來等嘉賓 讓好姐妹把剩下的兩道菜完成 好久就OK了 你跟我說走不走 現在坐這兒涼涼 坐這兒吹電風也沒辦法 可是後面的人都還在忙 她現在那個老闆娘的樣子 就跑出來 到底是哪位嘉賓會上門呢 他說會 你認為現在你的第六桿 是什麼人會來 胡瓜 還是胡宗憲 我認為是王士賢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啊 那個你們的節目 問我們說希望誰來 我第一個那個都不用思索 就是第一個就說 希望王士賢 就是我要講的 啊 活沛城啊 活沛城 不常現身的小女兒明明 此時也從二店趕來了 問你你期待是誰 我期待啊 劉德華 不然周潤發也好 沒有啦 我媽媽最喜歡那個王士賢 對 你都要讓我緊張 還給你 來賓真的會是王士賢嗎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卻還沒有嘉賓上門的消息 賴秀丹等得有點無聊了 反倒是兩位女兒 很認真地在一旁吵氣氛 昨天看日本片 然後他們就是迎進去他家 然後那個小孩就 就很興奮就這樣 就好好笑 此時神秘嘉賓 突然無聲無息地出現了 嘉賓的突然現身 這家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到底來訪的人是王士賢 張宇 劉德華 胡瓜 吳宗憲 劉謙還是侯佩層呢 下段回來馬上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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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謎底揭曉 今天的神秘嘉賓 就是金曲獎台語歌王 近幾年在戲劇界 也頗受歡迎的王士賢 他跟賴秀丹 雖然不是第一次見面 但是這次拜訪的心情 可是截然不同 這個阿嬤 就覺得 就像自己的阿嬤一樣 當然也有很多話 想要問一下阿嬤 他的心情 可能他對一些 生活 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非常興奮 也非常期待 阿嬤還有什麼丘柔菜 我還沒吃過 近年來王士賢的演藝事業 擴展到東南亞 常常台灣海外到處跑 這次能夠抓到空檔 拜訪賴秀丹 王士賢非常高興 兩個人一坐下來 就像看到酒別重逢的家人 關心於想念之情 異語言表 好 來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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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 謝謝王 我沒想到 真的 是你也會夠 你連來玩也要緊緊 我會吃 這個人說 我這個人要去玩 如此 謝謝 謝謝 Oczywiście 因為普通是藝人有時候 比較沒事,外國都是在祝福 我願意再出來 阿嬤,真的很漂亮 謝謝 你每人都要吃喔 每種要吃看看 這是什麼? 沾肉 好好吃喔 這是什麼? 蚵仔煎 跟我有吃過這種蚵仔煎嗎?沒有 是嗎? 我們都是蚵仔煎 蚵仔煎 蚵仔煎 現在是比較古代的味道 對 現在都在吃古代的味道 對,你怎麼吃? 讚 他一定要說讚 這麼豐盛的蚵仔煎 賴秀丹很高興王士賢 能夠品嘗得到 因為他很謝謝王士賢 陪他度過許多個孤單的夜晚 阿嬤,你有很多年 非常多年 他每天的八點 就是你再給他 非常多年 真的 因為我們下班 我們要回去我們自己的家 我媽媽是自己一個人 只有我 所以八點的時候 阿嬤,你怎麼說 你看我的餐,你的腦袋 蛤? 就... 看了你的腦 看了你的腦 不會啦 對啦 不會啦 對啦 差不多大阿嬤都會 好 如果我們一樓之後 大家會說 那些腦袋沒什麼食材 好 今天王士賢 不只是透過電視機 陪賴秀丹 而是真真實實地 出現在他的面前 跟他一起吃飯 相信電視機前 許多的婆婆媽媽 都非常羨慕吧 那麼當初 這對望顏之交 到底是怎麼認識的呢? 那次是我 我參門母 還是我一個人來 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 我一個人來 那個人很高度 那一人不知道要去哪裡 那時候你結婚了嗎 還沒 結婚了嗎 還沒 還沒 因為你跟她說 你跟她說 怎樣 聽說叫一個漂亮的阿嬤 真的嗎 講真的 有這麼多人說 因為我來 我中間有很多節目 我才會這麼幸福 你站在那裡走 我按這裡就要去 你說 嘿嘿 看了我 我們兩個燒燭 你說 阿嬤你點在哪裡 我怎麼都看不見 我們都看不見 對 認識賴修丹之後 王士賢每次來到九份 一定要找她聊天 因為她很欣賞這位特別的阿嬤 73歲了 仍然能夠撒脫的說走就走 實現環遊世界的夢想 有請問到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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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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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要求 你跟她藝人 不然老全世界 才會找到老 現在 那位有兵 我還有兵 還去家裡 電營 有二十個 有 有 阿嬤很明顯 這場上不是去哪裡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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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要出國 我們是不是找個伴 她去任何地方 她說我一個人就好啦 她就自己一個人 我都不用 我自己擱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媽媽的人生 她早就自由了 她沒有束縛 我們都不自由 因為我們都會找一張花 就會來 她都不自由 她不自由 你考慮 我今天講話 你會講話 我覺得阿嬤 可以讓 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榜樣 所以我常常說 那一天我吃了 我也要找阿嬤 對 要比較六條 你知道嗎 你每天看我去 拍照 幹嘛 我覺得 很好 對 因此王世賢 常常會拿賴秀丹的例子 勸自己的媽媽 少操點心 活在當下 要學這樣子的人生 我個人蠻喜歡的 別我不曉得 只是說 我個人蠻喜歡這種 想法 所以我常常說 老媽媽 都會比較老痛 對 看來阿嬤 是會把她摸摸摸 在那裡走 對 不然不然 你媽媽也是 王世賢拿賴秀丹 當學習的榜樣 不過這家人 可把王世賢當偶像 尤其是賴秀丹的小女兒 陳明明 搶著跟王世賢對戲 很喜歡 你拍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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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多一拍 我可以拍一拍 你很愛演 這位二姐 多一拍 你很愛演 你很愛演 阿嬤你剛才會在民視 好 特唱一下可以嗎 阿嬤請名 請名 阿嬤說 不好意思 我沒贏了 我要吃這個 對 我靠這個位 王世賢不理會 陳明明的表演欲 倒是想知道 忠誠的粉絲 對自己的表演 是否有什麼看法 但是你 你在看他 過程中 你覺得 你覺得 哪一部戲 哪一部戲 哪一場戲 是讓你覺得 唉 讓你覺得 很感動 還是很難忘 對 有了 很感動 就是 你看你 有了 烈手 烈手家 是 他 有幫忙 你 然後 阿嬤果然是 王世賢的超級粉絲 對王世賢主演的戲劇內容 如數加珍 要帶他 招待他 跟媽媽的臂面 對 那時候你看起來 很幸運 對 看起來很好 阿嬤 你出道幾歲 我出道退伍 那個時候 好像二十三歲 可以 退伍 沒有 對 要出去 對 你跟著 你講話 不就 沒感覺 唱 《詩人針頭》 蛤 《詩人針頭》 要跟你合唱嗎 《詩人針頭》 《詩人針頭》 非常想跟偶像同台演出的陳明明 《詩人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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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鱼丸店在他的坚持下全年午休 因此这家人有六年没有像这样一起吃团圆饭了 王世贤的到访让这一家人难得享受全家团聚的欢乐 也让这家人解开了一些埋藏已久的谜团 你溺水的时候谁叫你呢 说 他有溺过水吗 有啊 那天才在跟我讲 有啊 赖秀丹的孙子曾经发生过的溺水意外 让大家瞠目结舌 你不知道啊 我不晓得 就在我们郊西那个游戏 真的啊 我离开一下子 我感觉怎么沉一沉不见了 后来我想想不对哦 他应该不可能会离开 结果他在水里他在干嘛 你知道吗 他这样 他这样 而且他也没有挣扎 他没有 他就这样子 然后他这样很灵魂之外 我就拉起来 然后我一直给他拍 我说你怎么都不会 不会挣扎 他说他心里想说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我讲过这些话吗 然后他以为是你救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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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人了 不是 因为 对 所以你的救命 应该认知他 所以没有 我有先给你 我要跪三个人吗 没有 没有 虽然当初救亦臣的人不是明晴 但是王世贤知道 在这个家 明晴的确付出不少 只是对于来宾的称赞 妹妹明明非常的不以为然 我姐姐也很辛苦哦 哎呀 我感动了 这句话录音哦 录音 什么 没听到什么 再来一遍 我说姐姐也很辛苦 哎 再录音 你放心 我们这个麦很长 楼下讲话都听得到 谢谢 她回去的时候 都是我姐夫 去那个洗衣服 晒衣服 然后呢 擦地板 整理家里 那我姐呢 就 待在那边看电视 好辛苦哦 你这个好像在讲我 怎么会这样 我在家里都是擦地板 没有啊 老公 我了解 这让我来解释了 因为怎么办呢 因为店的需要借来照 很辛苦 做老公的呢 因为了解母的辛苦 所以说家里的一些大大小小 都终于是老公的 对吗 当然 老婆辛苦了 你看 老公好爱不 谢谢 王世贤成功地化解了妹妹对姐姐的吐槽 没想到接着又换姐姐提起妹妹的一件往事 那你说那个店里啊 他有一次就有事 我就说那我们先走 好 没问题 你去 她现在要讲那些 亏修图的事吗 对啊 你不要打断她 你不要打断大姐说 好 布图 你这个要出来 阿嬷 你不说我 我才知道你咱们就说 就在这儿麻烦 阿嬷跳出来做攻击 对啊 好 来 没想到为了一句谁比较辛苦 竟引来一场餐桌上的战争 王世贤当下夹在中间 似乎有点两面不适人 他只好当起和事佬的角色 一天温刀 那个锅子在躺在躺下 他就没关 他自己就说 好了 搞定他就走了 结果人家邻居看到我们家在冒烟 整间差一点就给他烧点 黑柳卷 黑柳卷没金 我上红奥卷 是啊 我上红奥卷 要染红奥卷 你黑柳卷没金吗 不是啊 这个我就不可以带你说话 我就不可以带你说话 因为这个就好像 厨房要上红奥卷出去了 那个项目没关系 就是不对啊 对啊 因为那个都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没有习惯去关 我知 那锅就是召售了 那人说说很大汤 滴到可以滚托三点 没有 都安慰了 沒有人知道 三點的時候 大家都睡得很累 你這個就收起來了 以前是好運 所以很感人 一切都很感人 好運 大家來 一切都是王士賢有來 你也太會拍 以後來叫我破案 賴秀丹的孫子陳奕辰 是由賴秀丹跟女兒們 一起扶養長大 明晴知道王士賢 是單親家庭出生的小孩 因此希望王士賢給逸臣打打氣 像單親家庭 我記得我小時候 曾經有 人家有那個 填寫資料 那父親藍 我幾乎每次填都是說謊 我有時候 從商啊 貿易啊 就是能夠瞎掰的就盡量寫 可是 我 我知道自己在說謊 那個時候當然就是 心裡面會有一個陰影 總是不好意思提啊 然後 爸爸是誰不知道啊 是喔 在哪裡也不曉得啊 是喔 就是說 當你一個未知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塊 他不願意去提起的一塊 不過 單親家庭倒也受理了我一些獨立的個性 像我媽 他也做一個錄影師 他要帶團出去 然後我就要怕 激養在別人家裡面 講過 然後在那種環境下面 有時候都會想 媽媽一個人躲在被子裡面哭啊 很久沒有回來啊 他在學校 我滿幸運的 我就參加了球隊 不知道耶 我在球場上 我就得到了一些啟示 出身單親家庭的王世賢 從小就有個心願 長大要好好賺錢照顧媽媽 如今 在演藝事業大放光彩的他 分享了小時候 在球場上發生的輸球事件 是改變他人生的轉捩點 也是他日後之所以成功的墊腳石 然後 一陣子台北市 我們在比賽中 冠軍 打冠軍的比較多 我們幾乎很少輸的啦 很少很少 幾乎沒有輸過這樣 然後 有一次我們就有儀賽 就我們整整輸了6比0 6比0喔 好 然後我們打球都要到中場 大家握手一下 謝謝指教 你知道我那時候的反應 就直接把那個對方的手 可以撥開 我就把它撥開 我教練就在我們面前 他就把我叫出來 他有看到嗎 他有看到嗎 來來來 阿憲你來 惡話不說 他在北韓這樣 沾了 噴出去 我真的飛出去喔 我真的飛出去 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飛出去 然後也被趕出了球隊 然後 後來我教練才 又把 把我叫回去 然後 我記得那個時候 在我們的升旗台下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其實人生啊 有很多種球 很多場球賽 你怕你輸一球而已 你就做負德性 你知不知道 你不只輸了球 也輸了一個運動家 該有的精神 你可能 我如果不點心你的話 你可能把你的人生都輸掉 喔 我們輸球 又重來 又來練 後來我贏回來就好 下次再把他贏回來就好 我就永遠記得這句話 我就永遠記得 教練給他上的這一課 讓王世賢終生受用 而他也深刻地體會到 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出身 但是只要下定決心 不怕重來 絕對可以讓自己 有個精彩的人生 那其實你說 剛剛聊到這種單親家庭 我覺得 往後往拜啦 有時候 我常常覺得環境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選擇 但是我自己的人生 我可以自己去選擇 拍戲導演幫我寫 可是現實的人生 我要自己寫我的劇 原來兩人對生命的看法 是如此接近 難怪王世賢每到九份 總要去抱抱這位 心目中最美的阿嬤 吃完了這餐飯 賴秀丹跟王世賢兩人 是否更欣欣相惜呢 有啊 很開心 我的偶像王世賢 看起來就很帥 越看越再帥 就是他不去洋文 就是說 我就是 好像說 跟自己的人一樣 可以讓我覺得 他們這一家子的那種情感 是非常的濃郁 可能這也是 最感動我的地方 然後可能會 難免會有點小痘嘴 可是那是增進彼此感情的 一個動力 所以說 看到阿嬤現在 每天開開心心的 旁邊也都跟著開心的 很舒服 今天的收益非常的大 真的 又愛唱歌 又愛演戲的小女兒明明 吃完飯的感想又如何呢 因為大家都覺得藝人 好像比較高高在上 因為平常比較少接觸到 那今天覺得 其實藝人也是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那他也很健談 那所以很像自己的很好的朋友 這樣子 所以不會覺得說很生疏啊 就還蠻開心的 長孫奕成在飯桌上相當沉默 因為他對王世嫻並不熟悉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尷尬 反正就是尷尬 那不是我被承認 蛤 不是我是章魚 好吧我章魚 我沒有關係啊 來者不去 你弟弟 外孫女方妮回答得也非常逗趣 可是我通常不會看那種名詞 就覺得他不是屬於我年紀會看的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各位長輩們 至於大女兒名情跟老公 最後則對製作小組促成了這段 難得的餐序表達了謝意 我覺得他就是這麼 他不會說我有那種架實啊 感覺很親切啊 就這樣子 那他算是一個成功的人 也值得我們學習 那在工作崗位上 我認為我媽媽也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就像我妹妹講的 今天就是一個小小的緣分 度過一個快樂的一天 那我就很感恩貴製作單位 也很高興他不嫌棄 好 這麼容易 這麼容易 然後就來 就覺得很好 這一餐雖然是老朋友再聚首 但賓主雙方對彼此的認識 又更深了一層 帶著相互的祝福 他們也將繼續演出 自己的精彩人生 就幫人家想把他放得很好 快樂 我問你